對面 三眼洞的高處往來的形態 我們又走近了一點點 這個位置看是不是很像呢 我就覺得很像 有七成像 一隻青蛙趴在那裡 大家好 我現在身處的地方 就是大水坑站 向B出口 我們今天就和大家去一個地方 就是青蛙石 尋找皮石系列的青蛙石 我們現在向B出口的方向 走出去 向府安花園的方向 走出去 出了隧道 就看到一個艇 這個行得艇 我們就沿著這個方向向前走 向前走一點點 就前面就有個分叉口 一條路呢 單車徑是直去的 但是呢 右手邊呢 也有條路向上的 應該是水務柱的設施上面的 我們就穿過這道閘 就向上走 說回為什麼我今天會走這裡 原本我打算走綠巢石林 不過今天天氣呢 非常之麻麻 那變了走綠巢石林 就不太適合了 所以就走了去旁邊的 青蛙石 想走很久的了 但是還是沒有時間計劃而已 那變了現在 臨時就轉了走這邊 那我們上青蛙石 途中會經過一個三眼洞的 然後呢 就會再去馬大石間 再找條路呢 就走回來這條路過來的 全程都是三點幾公里的 就相對應該是輕鬆一點的 如果走到綠巢林 今天就應該天氣一般的了 好 那我們向上走先 進了這個閘 走了五分鐘左右 就來到這個位 這個轉彎位拍照也不錯的 好 那我們繼續向上走 走多不太久 左手邊就會有一條 人造梯級的石膊位 上去上面 好 那繼續走 我上次走這裡呢 藍天白雲這個位置很棒的 拍下去 不過今天就欠紅了 藍天白雲 好 繼續走 走多一點點 好少而已 看到這個藍色的閘 鐵絲網欄杆 就這個位置 那 左手邊 那就有個 類似樓梯級的物體 然後就上山了 那我們這裏上完之後呢 可以這裏直接上去也可以 我上次呢 就由那邊上 也可以 好 那 上去再說 好 上了一小段路 就走回環路了 那就繼續走 這條路去青蛙石 好了 向前走一點點 一條路就直去 一條路就左轉 那兩邊都有絲帶的 我就覺得應該兩條都可以的 因為我上次呢 是走那邊上過石膊 向那邊上山的 那試試走這邊吧 探望那些新路 那這裏左轉 走上去 這段路程比較短 3K多 所以應該都 很快就走完 好 左右右我們應該是 因為我們應該是 轉右繼續去 因為我知道方向是那邊的 好 那 走前一點點 右手邊就有條路匯合了 就是剛才那條路直去的 好 那我們繼續 向 青蛙石進化 但是去青蛙石之前 應該有三眼洞 和半鴉嶺 那座山叫做半鴉嶺 好 那就沿著條路走著 有什麼帶來 變化再說 向上走了少少 有條分岔路 一條左 一條右 其實應該都兩條都可以的 那我就向右 右條絲帶 而且已經聽到人聲了 應該很快到三眼洞 好 到了三眼洞 對了 已經到了 旁邊有些傘傘 已經在拍照 正在打卡 好 那我們沿著這條路走下去 先去三眼洞 再拍照 好 從這個位置下 到下面的路口 就左轉 走進去三眼洞 然後呢 三眼洞走出來 這條路上 就上去上方 拍三眼洞 好 那我們 下三眼洞先 好 這個好有趣 就是明明顯顯地被人挖了三個洞 所以我就叫三眼洞了 哈哈 那我們會進去 拍照出來都比較有趣 美麗 我們的情況就是這樣的 一個洞 兩個洞 三個洞 我進去拍照 拍出來 我拍完照打完卡 我們沿路走回 剛才轉進來的路口 就是這個位置 剛才我們就在這裡走下來 轉進去拍三眼洞 我們走回這個位置 就伸延這條路走 然後呢 這裡真的有很多路 讓我跟絲帶 左手邊向上走 繼續向上進發 半吼嶺 第一個景點已經拍了 好 上去 拍一下路況 是浮沙碎石 有點難度 走兩個 離島才來 路況就是這樣 怎麼都好 走路巢石林 今天就真的 一般 好 再看看 上到這個平台位 就可以看到 對面 三眼洞的高處 望向來的 形態 好 接下來 我們就向上發展 找那個半吼嶺 好了 向上走了一陣子 路況就不是太難走的 不過是崎嶇的 因為不是正式的行山路 那麼就 起步到現在 走了七個字 那麼 向上面的山 進發先 拍一拍後面 風景就是這樣 如果天氣清的話 會挺漂亮的 好 那 繼續 向山上發展 然後 有絲帶 那麼 這條路 我們還在上山 望望那邊 那邊 那邊有個藍色圍欄 那邊就是馬大石間的閘口位 那麼 那麼我們會從那邊下山的 好 那就繼續上山 好了 起步到現在 走了九個字 1.4公里 我們就上到半吼嶺這個標高柱了 好 很多人在這裏 這條比較 易閒的熱門路線 青蛙蛇已經被我們看到了 現在依然很多人 OK 那麼先來到這個 半吼嶺的標高柱先 好了 那我們過去這邊 現在就朝著青蛙石的方向走過去 這個青蛙石我覺得很像的 我想這個七成 像 好 那我們 過去打卡先 走過去 好了 我們又走近了一點 這個位置看是不是很像呢 我就覺得很像了 有七成次 整隻青蛙這樣 趴在那裏 頭向上 惡高了 好容易罵 好多人 等一下 走近的位置 不知道拍不拍到照 好 那就繼續走 嘩 都未花一個小時 十個字 就來到這個位置 好 再走近一點看看 來到這裏 正在排隊 有些人爬上去都 都比較險的 但是 待會我都會嘗試 你看看 這裏多漂亮 看上來沒那麼大霧 剛才上來比較大霧 看上來比較大霧 看上去多大霧 看上去多大霧 看下方 現在這裏就是青蛙石 那邊就是青蛙石了 不過太多人了 那我 拍一拍就算了 好 那我們上去 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個方向體 是這樣的 青蛙石 我們就拍完了 青蛙石 太多人了 OK 那我們現在開始離開 那就 顧著青蛙石 向這個方向 那我們向這個方向走 走 我們繼續走 那就看回後面 其實這裏的石裙都拍照挺漂亮的 天氣也更加好 不過太多人了 不如九樓 好 好 這樣 繼續走 那我們現在就找去馬大石站 然後就下回石屎路了 這條路呢 就這樣走上去 我們上來這個山頂 看回後面 我們就是那個石裙 青蛙石 然後沿路走上來這個山仔 好 跟著我們上來這個山之後呢 有絲帶 就向這個方向 跟絲帶引路走 先走 好了 向前走前一點點 就未到另一個山頭呢 我們就向這個路 沒有絲帶 不過留意一下 那就 地線地圖就有的 這條路 那我們就右轉 都有 不是很明顯的 好 那就由這條路 開始向馬大石間走下去了 太熱門了 這條路 那麼 現在也是十一點 十點多鐘 已經這麼多人 又看回剛才我們 就在那個位置走過來 好 繼續 跟著 下山鏡向下走 由這個位置走下來的 那麼 旁邊這裡有個大石 那麼 又拍了幾張相片 挺有趣的 那由這個三個位呢 從後面拍出來 都挺漂亮的 接著我們就會沿著這個位置下 接著一直向下走 我估計應該走到前面 剛突突 頂那個位的 好 那我們先走 我們剛才鎖定目標在那裡的 但是走到這裡呢 離線地圖呢 就叫我向左屈 的確這裡有條路的 那麼我就跟離線地圖 向左屈 跟著看看 條路會怎麼變化先 因為剛才我見到有兩個人呢 走到一個對面呢 看 在那裡看地圖 可能他們已經走錯了 那我又怕 會和他一樣 好 那現在小心點 拍給你看 離線地圖就通 欸 都像樣的 接著就在那個方向走的 那個是那些掩位 啊 有一條谷位在那裡的 所以被迫著要拋抄這邊 屈回來這邊才再向那個方向走 明白了 我就奇怪明明我打算向那個方向走的 好 那我們繼續 剛才前面就是這個谷位來的 好 那我們繼續 跟離線地圖走 好 好 好 找一找路再說 看清楚了 我們經過這個盒谷位 剛才離線地圖 更快要屈回頭 打橫過就是這個意思了 那我們現在都要穿過了這個盒谷位 這個最窄的了 好 跨過去 接著就 走回向上 向我剛才說要走那個 突突地的那個山位 到繼續進發 我想剛才應該兩個山友呢 這裡有絲帶 誤導了去過了對面 或者這條絲帶是下去馬大石間的 好 那我們繼續走 是不是這邊 咦 這裡又有谷谷位 哦 因為是這個方向的 為什麼會右轉了彎呢 原來是避開這個 大坑位 好 好 就是還原之前那個概念 就向那個 突突地的那個山頂 繼續進發 好 繼續走 我看到我們剛才突突地的那個山 山頂 好 繼續走下去 有什麼大變化再說 淋去前面 來到這個 淋去前面的那個 山位呢 這裡就比較險一點點 因為是落斜 又是浮沙碎石 所以就拍給大家看 這裡就有一點點 難度啊 好 看看 慢慢 小心翼翼 這樣 找落的位置 走下去了 噢 到了 就是由這個位置 慢慢爬下來 到原來 旁邊有條路 就比較輕鬆一點 好了 那麼繼續向下走 現在身處的地方 就是剛才鎖定目標 說突突地的那個山上 直去呢 就前面有條路 看看吧 剛才我們就是 在這個位置 在後面那邊走下來的 那麼 繼續 去馬大石間 現在要 也是離線地圖的一條路來的 慢慢走下去先 已經聽到水聲了 下了一點點 那我們就向著這個方向走 因為左手邊有條路的 但是那條路我不管它了 我鎖定這個方向 繼續向這個 前方 有絲帶的 繼續下 那麼這裡又是比較斜的 不過都有點手抓位的 有些東西抬下的 那麼 路況就是這樣了 繼續走 好了 下來呢 很大水聲 下面有個潭的 那些人呢 夏天在那裡玩水的 好 那我們就跟回下山路 繼續走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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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對 我們從這裡下 對 就從這個位置下去 我們就是從這裡走下來的了 好 接下來這個位置挺漂亮 原來這裡有人在那裡玩攀石的 好 那我先拍照 夏天這裡的人玩水玩到 一定很開心 這裡 好 這個設施挺有趣的 這條就是馬大石墊 我們待會就走下去 就是藍色 彈江那裡走 我們在那裡玩了一輪 跟著我們要下來這個位 然後就走過去對面 由對面這個人玩攀石那裡 穿過去 從那邊走 好 那我們現在走過去 好了 我們從對面走過來 那我們繼續 走回去了 那這裡就有人在那裡玩攀石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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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剛才我們在那個 原來剛才我們在那個 在那個 潭位的那裡是英雄步 那我們就沿著馬大石墊走下去先 我們下到這個位置 面貶一個大石 那理線地圖又建議我呢 就走這個位 左手邊 這裡穿過去 但我就看不到有絲帶 不過我就跟離線地圖 儘管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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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因為我看到有很多師兄都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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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而地面就是水位高的時候 逛間的走不到 到時你就兩頭不到岸了 究竟怎樣走法 我現在都是依照離線地圖的教案方法走 穿過了這個樹枝洞了 繼續穩下 來到這個位置 這裡是一個大石 向上就不對的 應該是上山上的 我們應該向下走 就捆回到間邊 可以 穿過了剛才那條路就繼續走 這些路就一般好走 那都是開始靠回溪邊 馬石間邊 走走了 差不多就落到底了 如果這條路水位高的就要走這條路了 如果水位不高就走回石間 就算了 這邊 這裡的熱天的人玩水 肯定玩得很開心 好了,終於來到空間了 我們在這個位置下空間 就要橫過空間 前面有條絲帶的 這裡就可以下空間 藍色欄杆的壩位 這裡也挺漂亮的 我來到這個位置試刷過 如果剛才走間 就要到這個位置 有條繩子上去 由這條繩子上去 都是走這條路 其實來到怎麼走 就自己自由發揮 我們剛才在這邊穿過間 目的地就是由這邊 貼著那邊向下走 走到下面有條石屎路 我們現在向這個方向出發 我們已經捆到下來了 剛剛到這個 這個壩位 那我們就 嘗試一下從這裡 走上去 看看能否找到路 出到石屎路 好 我只是去過青蛙石 這個馬大石界未來過 所以有點陌生 好,先探一下路 這裡有條路 這裡有條路 對了 這裡旁邊有條路 直接走出去了 先走出去了 好了,走到出來了 看到了,有條路 接著欄杆又落到石屎路了 喜歡的可以來這個地方打卡都可以 這裡都挺漂亮 好了,那我們就下石屎路了 沿著這條樓梯 那就下回去了 我們終於都由這裡 爬到門口 走回石屎路了 那 起步到現在 走了兩個半小時 走了3.7K 那由這裡 又要走回去 下面 今早那個大水省站 好,先走 剛剛那個石屎路 開始走 向前走了幾分鐘 就來回我剛才之前 上山的位 就是那個人造梯級那裡 就是這個位 就是這個位 我們剛才就是這個位 走上山的 就是我們現在剛剛走到一個圈 然後再下去 又是個閘口位 然後就去到 大水坑那個港鐵站 好,繼續再下去 好了,我們現在走到閘口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尋找其實系列的青蛙石 就應該就是尾聲了 那全程我就走了 兩個鐘頭九個字 走了4.6公里 那腳程快萬因人而異 那你自己加加減減 我只能夠參考的 那我們接著現在呢 就穿了個閘口 向前走 就走回今早那個 大水坑那個港鐵站去了 那今天的路況的行程 就差不多了 那如果覺得幫到大家 或者喜歡我的影片 麻煩給我一個讚我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細強郵寄 今天又到此為止 好了,拜拜 好,拜拜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